终身广州知识城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过来广州的黄埔区 四车道的路全部都是限速60公里 今天我们就要去黄埔的墨川 去一个最近的网红景点 墨川天坑 从广州市中心开车过来差不多50分钟左右 黄埔的墨川这里 因为彩石墙而形成的天坑 就成为了最近的网红景点 停好车之后 在路口这里就可以见到墨川的简介 墨川位于黄埔区中心广州知识城 因为这个天坑 黄埔的墨川已经成为了广州周边有的好去处 停好车之后 从这里开始走进来 天池小食店 这个建筑挺有趣的 入天池的整条路上 都是这些粉红色的花 周围都可以见到这些粟米地 可以免费参观 很多人过来 看天池 入天池的路上 有些小卖部 买些水之类 在沿途上 在沿途上 看见本地的阿姨在卖自己的东西 在沿途上 在沿途上 可以见到本地的阿姨在卖自己的东西 在沿途上 在沿途上 看下我的装备 全副没有装 灯山到路 很多人的专业装备 累死了 很多人的专业装备鼓力排 唉 呼吸了大气 几乎 空气真的很好 全部都是樹木的清香 看前面的小朋友自己拿著一支棍 自動收買 兩元一支 買一支 難得自己背 洗錢就洗錢 這條徒步的線路可以說是沒有任何難度 可以見到過來爬山的人 有上了年紀的老人家 亦都有很多小朋友 一路上都有賣水 剛才小一支是兩元一支 現在大一支是三元一支 這裏有手打檸檬茶 有手打檸檬茶 這裏就是一部分樓梯 開始上樓梯 小朋友都可以走上來 廊梯會累變快 我不一定有的 草路收很高 街道都可以 eğit 爬有幾十分鐘 不需要鄉民的走啊 沒有也沒有 進來蜜村就是看這個天坑 它亦被稱之為天池 聽本地人介紹 這裡以前是一個採石場 大概在五年前就停止了採石工作 從而成為了廣州附近的一個小眾景點 這兩池的水真的很綠 遠看它的顏色就像綠色的翡翠一樣 在天池這裡吹一下風 欣賞完美景之後就開始下山 一杯檸檬水 不用那麼甜 沒有那麼甜嗎 沒有那麼甜嗎 對呀 哇 怎麼你種得這麼 這麼像中秋也沒有 啊 到了 到了不再那麼甜 沒有了 檸檬水 嗯 嗯 你點沒有 這個是青檸 青檸 嗯 你們這裡擺檔口要錢的嗎 也要啊 我們下面有有檔口的 有墊的 我以為是免費吧 沒有墊的話它不讓你上來啊 哦 那裡有空調嗎 那個角落你讓它告訴你 那裡很涼快的 空調那是個三泉 那底下有三泉水的 哪裡啊 等我再瞧一下 哇 也挺大杯的 十塊啊 對 好 十萬塊一杯自己種的檸檬 這輛車就是鳳球王農莊的 當地人介紹說鳳球王農莊是本地最大的農莊 如果去他們的農莊吃飯 他們就可以免費搭你下山 不過我還是想自己走下 下山的路程很短的 可以說過來某村看天坑 難度還低過去走白雲山 真的非常適宜一家人帶小朋友出來親子遊 建議下午四五點鐘的時候過來 沒有那麼熱之餘 拍照也更好看 下山很快 十幾分鐘就到山底 過來玩記得帶多一套衣服 下山之後就可以把濕的山更換 然後準備去農莊吃飯 村裡最大的一間農莊 鳳球王 燒雞要等多久啊 比價格我們金拜下風 比品質我們澳市群熊 這間農莊的主打菜品就是燒雞和燒排骨 燒雞即點即燒 他們用來燒雞的是荔枝木炭 菜品的種類就不太多 典型的龍家菜式 這間店就是剛才我喝檸檬茶的時候 老闆介紹的 推薦我們一定要嘗嘗他們的燒雞和燒排骨 他們說這間店在這個村來講 條件算是最好的 店裡的茶是羅漢果花茶 喝起來有絲絲的甜 這隻燒雞88元一隻 新鮮烤製剛剛出爐 新鮮烤出來點都會好吃些 這份燒排骨就60元 店家介紹說他們用的是凍排骨 入貨回來也要38元一斤 比買新鮮的排骨 排骨瘦肉的比例佔的部分比較多 幾乎沒有什麼肥肉 燒雞和燒排骨以農莊的標準來說 都算不錯的了 上湯春菜 這個菜是他們本地自己種的 非常好吃 這餐兩人賣單196元 今天的黃埔蜜村天坑半日遊 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裏 我喜歡分享我在廣州生活的點點滴滴 如果喜歡我的視頻 記得點贊、關注、轉發、看廣告 多謝你們的支持